就是說高科技產品的部分 可能確實是簽訂AQFA之後 這個兩岸的交流會加強 但是我覺得政府今天對於農產品 台灣很基礎的以農曆國 這個農產品並沒有很細緻的討論 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謝謝台北黃先生 黃先生好 兩岸的政治問題 沒有傳統之前 你在簽什麼AQFA 這個是不可靠的 你這個政治問題沒有解決 你簽什麼你自己想的很沒 但是對方想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所以說自己在那裡開 在那裡開什麼 所以說比如說你說要合入外交 那現在是俗路外交還是合入外交 所以說你遵守你簽政治問題 先解決如果是說要統一 那要統一根本就不要簽 就不要來做一道 如果你說要獨立 你就講清楚我要獨立 那獨立的簽下去啊 是俗路一條 謝謝大家 好是不是我們接一位大陸的聽眾 或者觀眾打來的電話 是湖南的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你好 今天台灣的主題是什麼 台灣和大陸的經濟框架協議 框架協議啊 那我很贊成這個有這個協議 能夠加強雙方的經濟台灣 臺灣和大陸的經濟框架協議 好好謝謝 最後一位了大概是臺北的謝先生 謝先生好 謝先生好 喂 請講 喂 喂 請講 謝先生 如果放手讓讓那個經貿自由化 那貧貧差距是不是會會加大 那是不是要有配套措施 那另外台商在大陸發展賠錢的多不多 那如果要在台北提告 是不是可行 那他們是說讓福建省先是先行 那看看福建省有什麼制度要改改改變的話 讓讓台商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先生 我們是不是請在臺北的吳慧林教授 來對剛才幾位聽眾觀眾的電話做個回應 謝先生你好 對不起吳先生請講 是 那其實剛剛大家講的其實都一樣了 那個如果是簽這個ACFA 那真的是能夠讓一些透明化 尤其是一個制度啊 規則了 然後讓這個台商呢 他們呢 受到這樣一種傷害的時候 然後可以要去逃回來 會說呢 讓一些的這樣一種經貿往來啊 都是非常的透明 那這個當然是很好 可是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那這樣一種這個期望呢 就是我們跟日本 然後跟美國 這樣一種情況 那因為我們跟美美日 這些國家其實也沒有正式的這種包交 但是這個實質往來 為什麼民眾他就不會那麼樣的疑慮啊 那現在這個兩岸啊 要簽這兩種這個事情的時候 會讓人家這麼的疑慮 其實剛剛有一位這個觀眾朋友呢 他也提到 他是贊同啊 這個港澳化 而不是用這個美日那一種方式 所以呢 還是一個政治的議題 你這個政治的議題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去解決的話 或是說馬政府呢 要講清楚 說明白 然後尋求大家的共識 其實我也不是說 要贊成或是反對說港澳化 如果大家都贊成的話 那我們也沒有這樣一種 這個更多的意見 所以最重要的還是一個民族 如果中國 它現在是一個自由民族的 這樣一種這個政權 這個國家的話 那問題也不會有啦 所以我想呢 關鍵點應該是在這裡 就是大家沒有信心嘛 你對他們所答應的一些 一些的事情呢 他現在跟你答應了 可是你即使是白紙黑字 他都可以跟你否定 或是可以用各種的各種的方式 然後呢 跟你用這個把它變成一個 這個負面的或是說這個 所以呢 就是讓人家沒有信心 所以剛剛這個孫家說講的 這個也沒錯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信心的危機啊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這個馬政府呢 然後先把我們島內 那大家能夠全民同心 全民同心以後啊 然後大家就可以一致啊 然後跟外面總共在談 那因為有些好了 然後有些不好的啊 然後大家曉得 說怎麼樣用配套的這種措施啊 我想問題就會比較小 或者說大家呢 就不會那麼多的爭論了 好 請孫教授做個回應 是我想我們在這裡面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們攀開來講啊 就是如果今天從台灣的角度來講 你不做這件事情 那你要做什麼 你還有什麼其他的路 那麼反對的人他會告訴你說 我們有信心的問題 我們不相信對岸 那請問那你要不要跟對岸打交道 那你要怎麼去做 反過來講 從大陸的角度來說 他今天如果不跟台灣做這樣的一個 不簽這樣的事情 那他還有什麼路可以走 從全世界的角度來說 如果今天海峽兩岸沒有這樣的一個發展的話 他們還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是可以各個擊破呢 還是要跟你們共同和平相處 所以如果在這樣一個全體的整體的這個 不管你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去看 不管你從國際的整個戰略的角度去看 不管你從這個貿易的需求來看 從長遠的長治久安 你要外人投資安定你這個社會 促進經濟發展 擴大你的就業市場等等來看 今天雙方還有些什麼樣的選擇 我想答案已經不言可遇 也許是這個答案是不言可遇 您剛才提到一個例子 我覺得很有意思 您說泰國的大米 然後畫上中國的標籤 然後就沒事了 但是從反對這個協議的人的角度來說 是不是他們有一種顧慮 這種顧慮是不是也有道理 比如泰國畢竟跟中國不一樣 泰國比如說 也許有人會說沒有導彈對準中國 那麼泰國也沒有說這個主權方面的問題 但是中國確實有這個問題 台灣不斷地加強跟中國大陸的經貿也好 文化也好 人員的往來也好 或者是等等 法律啊什麼不斷地加強這種關係的話 是不是會導致或者說有這種趨勢 讓人覺得台灣一點一點一點的被大陸所同化 也許像您剛才所說的並沒有其他選擇 但是從反對至少是這個ECFA 這個協議的角度來說 他們是不是有這種擔心 這種擔心是不是有這種道理 您提到最關鍵的問題 我想基本上首先啊 大家都同文同種是誰來同化誰 是今天在北京 你發現一般老百姓講話裡頭語言 有台灣的口音越來越多 還是今天在台北的人 你發現他講話裡面晶片子越來越多 還是彼此彼此半斤八兩 第二個 如果今天大家都已經在對方 都擁有相當強大的經濟利益 你比方說 今天如果光台北市的房地產 就有百分之三四十可能有這個中資在後面的話 請問這飛彈要打哪個建築物 誰敢打飛彈 換句話說 強化雙方的貿易 強化雙方對彼此的投資和介入 民間的參與 我們不是講政府的介入 其實就是雙方對彼此買下最好的保險單 確保將來不容易插槍走火 隨便就引發不必要的爭端 確保有一個良好的機制 一旦發生了爭議 有問題的時候 知道抓起哪一支電話 拨打哪一個號碼 去跟什麼人好好的談 容易把事情解決掉 好 最後還有大概三十多秒的時間 是不是請吳慧林教授 再做個簡單的回應 是 其實兩岸在發展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那個是一個民間的 那現在這一年多來了 這個馬政府 應該是給人家信心 一來越沒有信心了 所以他現在簽這兩種 這個協定了 然後又是從海外 然後回到這個國內了 那又更加讓人家沒有信心了 所以我還是回過頭老說 這個是一個政治問題 不是一個經濟問題了 好 這個由於時間的關係呢 很遺憾的是呢 今天海峽論壇的討論呢 就只能為您進行到這裡了 再次感謝孫允昭先生 同時呢 也感謝在台灣的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員 吳慧林先生 以及聽眾朋友和您的參與 提醒您的來賓 聽眾觀眾發表的都是他們 個人的觀點 不代表美國之音 好 另外呢 今天來不及參與 討論的聽眾觀眾朋友呢 如果您對兩岸關係 或者是對我們今天的節目呢 有任何看法 也歡迎您寄電子郵件給我們 下面是登陸美國之音網站 及發送電子郵件的具體方式 美國之音中文部網址 www.voachinese.com 美國之音中文部電郵 chineseatvoanews.com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這是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 世界局勢變幻莫測 美國之音廣播電視 網路24小時追踪 為您提供最新消息 東南西北天下市市事報道 客觀詳實公正可靠 請收聽收看 美國之音的廣播電視和網路報導 好 下星期的海峽論壇呢 我們要跟您討論 中國60周年的國慶 請們千萬不要錯過 今天的節目呢 就進行到這裡 我是孫成 請代表美國之音 所有的工作藤人 以及今天在台北 跟我一起主持的 中廣新聞網 葉不易先生 祝您晚安 再會 謝謝 苗先生 謝謝 還可以嗎 可以 υ tatto 三天 好 開演 二 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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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